噗噗 小侦探出发 耶 我们去学校纤索喽 你好 噗噗 脚底下的声音 又是新的一天 小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做运动 坚持锻炼 身体健康 变得强壮 快点长高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咯啦咯啦的声音 我听到叽叽喳喳 嘻嘻酥酥 叮铃铃 还有哗啦哗啦 不对 你们听 这是什么声音啊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好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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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这个 爆爆龙 你在做什么 哥德 哥德 你知道咯啦咯啦吗 什么咯啦咯啦 就是咯啦咯啦 不如我们调查一下吧 噗噗 按键接火 是什么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呢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这里有脚印 马蹄银它是一匹马 我们跟着脚印看看 脚印没了 快看前面还有 声音很近了 我们追上去 看它在那里 可是没有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啊 是咯啦咯啦 为什么会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呢 我们快上去问问吧 小马 请等一下 小马 你可以抬起你的马蹄吗 小马 你为什么要踩着铁呢 踩着铁走路不会很重吗 不如我们帮它拖下来吧 小马 不用怕 爆爆龙 小马或许不希望你把它的马蹄铁拖下哦 不不 小可爱们案件解开了吗 哥德 我们在小马的马蹄上发现了铁块 它为什么要踩着铁块走路呀 这样不会很重吗 这是小马的马蹄铁 马蹄铁有什么用吗 小马的马蹄有两层 一层是角质层 一层是活体角质 马蹄和地面接触得多了 就很快会磨损它的马蹄 马蹄铁是用来保护它的马蹄的 就好像我们穿上鞋子一样哦 原来马蹄铁是小马的鞋子 所以咯啦咯啦的声音是小马走在硬地面上 碰撞发出来的声音 看来谜题被解开了 小可爱们 是什么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 是马蹄铁 硬地面碰撞的声音哦 我们转发出咯啦 咯咯 按键CLEAR 耶 我们先棒 中文字幕打赞